中世纪的那个天主教会,他对人的得救 有一些看法 第一个看法,叫做人是有罪的,但是你可以说罪 人有什么罪呢?有一种罪叫做原罪 人怎么犯了原罪了呢? 这是因为呢,人类的始祖亚当犯了罪 亚当犯了什么罪呢?就是亚当呢,是上帝造出来的一个人 但是亚当有一天呢,在那个天国里面呢 在一天园里面呢,他呢就是受到那个魔鬼的引诱 然后上帝说,那个果子你不能去吃 亚当还有吃了,吃了以后呢,他就犯罪了 那么为什么说吃了个果子就犯罪呢? 问题,这个原罪的含义主要是他不服从上帝 而不是指他吃了一个果子 就是上帝说那个果子是禁锅,你不能去吃的 但是亚当还有吃了,这就是说他背叛了上帝的意志 所以由于人呢,是原罪 那么亚当犯了原罪以后呢,他就不能再在一天园住了 结果呢,他就跑出了一天园,走向了人间 这样一来呢,那个亚当的超能力也就没有了 亚当本来是很厉害的,他可以管四条河流 然后呢,他也是产生不死 但自从他有了原罪以后呢,他就被赶出了一点园 这个呢,就是原罪 那么通过那个遗传呢 人类,那个始祖亚当的罪呢,就被延续下来了 那么凡是人类都有原罪 这是指的一宗罪 但是人还要犯另一宗罪 人出生以后,经过受习,经过耶稣呢,为人类的罪而死 那么人身上很多罪已经取消了 但是呢,还要犯罪 人犯什么罪呢?犯很多道德罪 人只要活着,就会产生很多麻烦 就会不断的犯罪 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你怎么还渴望你的灵魂得救呢? 怎么还渴望你进入到天国去呢? 那么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赎罪 赎罪就是你自己要对你自己呢,进行惩罚 这样呢,就产生了一个概念 叫做罪与罚的概念 我们刚才说,人有两宗罪 一个是原罪 但是耶稣呢,他被定在十字节上呢 已经呢,为你的原罪呢,挽回了很多 但是你还要犯罪 还要犯不同的新的罪 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要赎罪 这是中世纪的第一,对于罪的看法 第一个看法 第二个要点呢,就是 那么你就不要去犯罪了 那么你怎么才能不犯罪呢? 就是你要遵守法律 摩西曾经定过和上帝 那个有个约定 叫做摩西十戒 摩西十戒呢,就是说不可偷盗 不可望称上帝的名 不可奸杀,不可作伪证 也就是说呢,你要接受法律 你不要去违背法律 不要去违背法律的人呢 你就做得很好了 你就做得很好了 这样呢,你就可以比较容易进天国 第三个要点呢 就是你不仅叫遵守法律 你还要主动的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什么叫做你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呢? 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呢 首先就是你要每个礼拜去做礼拜 你要到教会里去 教堂里去做礼拜 然后呢,你犯了错以后呢 你要到神父那里去做忏悔 那么任何事情你都要好好的去做 你经过你去做礼拜 举行各种仪式,你都参加 你有了罪,你去忏悔 那么这样一来呢 你和那个你的灵魂呢 就得到安宁 那么好的基督徒不仅仅遵守法律 做各种礼拜 你还要去做好事 因为在那个圣经里说呢 人应该乐爱 爱自己的邻居 那你做些什么好事呢 比如说你可帮助你的邻居 帮助别人 在人家有困难的时候 你尽力而为 你去做很多公共的利益的事情 你要尽可能做一个好人 但是这样做好事呢 你还是不够的 因为你本质上还是个罪人 那么如何才能成为真正好人呢 怎么才能得救呢 那么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要由上帝来帮助你 中世纪 那个上帝怎么帮助呢 就是说呢 你呢 尽力而为 上帝呢 在帮助你 这样一种 你尽力而为 上帝要帮助你的 那个赎罪的办法呢 就叫做行为称义 用英文来说呢 就是You do your best God do the rest 那么上帝和人呢 一起努力 结果呢 你呢 脚罪呢 就可以消除了 这样呢 你就能够变好了 那么等到你变好了 上帝又帮助你了 人与神之间就合作了 那么在人与神合作的基础下呢 人和神呢 就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 在这种新的关系里面 你就能够得救 这就是中世纪的 得救的方式 也就是中世纪的天主教会 所宣扬的一种 你的行为正当的 那样一种观点 那么从这个观点里面呢 我们分析一下 究竟看出什么呢 我们看出呢 首先中世纪的人 假如要得救 他是要需要教会的帮助的 教会在这里面 就扮演了个什么角色呢 就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也就是说 他是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中介 人不是直接面对神的 人是面对教会 面对教会里面的神子人员 这样呢 有他人的帮助 你才能进入到天国 圣女可以帮你赎罪 比如说你犯了很多罪 你不是到教堂去吗 到教堂去呢 你向一个神父进行忏悔 那么那个神父就可以说 我以上帝的名义 就是赦免你了 那么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你是一个神父 你有没有权利 给人家犯的罪进行赦免呢 你有没有权利说 你没罪了呢 那么这样呢 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呢 教会呢 师父权利太大 他呢 成为了人与神之间的一个中介 他的权利很大呢 还包括他可以 以上帝的名义 对人宣布无罪 那么人必须要通过教会来得救呢 还表现在 人必须到教堂里去做礼拜 人必须参加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 人还不能自己读圣经 因为怕你领会错了 你要听那个神父去布道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教会宣扬 这个好的基础图里面呢 把教会呢 放到一个中心位置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 我们还看到中世纪教会的另一个特点 那就是说 这里面有一种罪与罚的关系 也就是说你是犯罪的 而你这个罪呢 是可以通过你自己的被罚 是可以赎罪的 不管你犯了多大的罪 只要你付出一定的代价 你就可以被赦免 那么这种代价呢 你可以用做好事来那个完成 你也可以用钱来完成 中世纪的那个教会啊 他发 他就颁布了一些 发行了一些赎罪券 就是上面呢印了一些字 上面写着呢 我可以赎罪 但这个赎罪券呢 要你用权去买的 比如说我犯了很多罪 但是去买了那个教会发的那种赎罪券呢 你的罪呢就被赦免了 那么这个情况呢 很可能就是一种腐败 因为罪与罚的关系 这个罪可以用做好事来抵消 也可以用钱去买赎罪欠来抵消 那么这样一来呢 罪与罚的关系呢 就变成一个人在世俗社会里的金钱的关系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很成问题的 第三点呢 就是人和神之间呢 应该是一个纯洁的关系 因为天国呢 只收灵魂纯洁的人 而不收那些贤为不纯洁的人 那么这样一来呢 你要保证你的灵魂的纯洁 那你灵魂怎么纯洁呢 那就是说你必须要远离世俗的东西 但是现在那个赎罪的问题呢 就变成一个离那个金钱这么近 那么教会的世俗化呢 就实际上就妨碍了你进行的灵魂纯洁 那么第四个特点呢 我们说呢 他那个赎罪的观念里面呢 其实就是人和神之间的合作论 人的努力做了最好也只是一半 另一半的还是要靠神的恩典 那么仅仅靠你自己做 是不能得救的 你还要和神合作 那么神是谁呢 神是上帝 那么神通过谁来和你进行 那个帮助的呢 主要是通过教会 那么总的我们这么一分析呢 我们就感到这样一个教义呢 他呢把教会放到了神圣的地步 也是教会被神圣化 那么教会被神圣化 他才有权利去发行赎罪券 他才有权利宣布你没有罪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就引起了马丁路德的非常的不满 那么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起因就是反对买卖赎罪券 觉得教会没这个权利来宣布你有罪没罪 更没有权利用金钱去出卖 出卖那个赎罪券 那么结果呢 就引发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呢 它是很有那个体系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个路德改革里面的一些 与天主教会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不同 就是仪式的问题 天主教会有很多很多种仪式 我们刚才就介绍了七大圣礼 那么路德呢就觉得 所有的仪式只有圣经里记载的 才可以承认 假如圣经里没有记载的是不能算数的 所以呢在七大圣礼里面呢 路德只承认 一个叫做洗礼 另一个叫做圣餐礼 至于婚礼啊 神职能源受受礼啊 见证礼啊 图友礼啊 他觉得这些呢 都是人自己制定出来的 所以呢路德的圣礼呢 没有那么繁琐 叫做精简了圣礼 第二个情况就是圣经 路德认为圣经的地位 才是至高无上的 相反教会的地位不应该那么高 所以呢路德就提出了圣经的重要性 那么就把那个教皇 那个教会呢 他的地位呢就降低了 第三个情况就是教会了 路德认为教会只是一个学习的地方 学习圣经的地方 主要是教导人 那么神职能源也是普通人 教会只不过是一个职业 他们身上没有神圣性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把教会里面的神职人员 包括路德自己 那么他呢都不具备神圣性 第四个情况呢 说教会之所以有那么多问题 主要是世俗化 世俗化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财产太多 还有一点呢 就是搞禁欲主义 那么从禁欲主义一点 那个方面呢 路德说 那么应该让那个圣女可以结婚 路德自己就结婚了 所以新教的那些教室圣女呢 他们都是可以结婚的 所以路德呢 他就结婚了 那么路德结婚了以后呢 就带领了很多那个新教的教徒呢 都结婚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他们就享受了世俗的那个婚姻生活 路德还说过这样的有趣的话 路德说 当天下的父亲都为自己的孩子洗尿布的时候 那么上帝和天使都会微笑 那么我们记住 天主教会里面的神职人员是不能结婚的 但新教里面的神职人员是可以结婚的 第五个不同 就是路德认为正教应该分离 那个宗教就是管宗教的 就是精神的 不应该世俗的 也不要去干预政治 那么政权应该掌握在世俗的统治者手里 所以路德呢 要求的是一个政教分离的 这样一个纯洁的精神的教会 而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呢 他实际上呢 是管了太多的 世俗世界里面的政治经济事务了 第六个不同呢 路德认为精神上应该独立 也就是说呢 一个基督教徒 他的精神上应该听上帝的 在这个方面 任何教会的势力也好 任何世俗统治者的干涉也好 他都不应该去听 他应该精神上直接由耶稣来管 所以精神上是独立的 第七呢 就是他既然教会是不神圣的 那么那个圣徒就不成立 你怎么可以说 我们为那个教会做出贡献的人 死后就被分为圣徒了呢 那么圣徒不是圣经风的 圣徒是谁风的 是教皇风的 所以无效 那么第八个情况也是相同的 路德认为苦修也是无效的 苦修怎么无效呢 苦修只能自己增加了对自己的惩罚 与你灵魂得救无关 所以呢就应该取消修道院制度 所以新教里面呢就不强调修道院 不强调禁欲 不强调那个苦修 还有一点 就是路德呢认为应该搞民主教会 不应该让罗马教庭成为国际性的组织 所以路德这样一来呢 就使得德国宗教呢 就变成一个教派 而不是国际性的组织 所以呢我们看路德教也好 加尔文教也好 他们都是一个教派 他不是属于罗马教庭的 他从罗马的天主教会里面 分离出来的一些宗教组织 路德还有其他的一些论述 比如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天之观 路德认为每个人都应该 照管好自己的职业 你当医生的 你就要把医生当好 你当老师的 那你就要教好课 你如果当神职能源的 那么你要讲解好圣经 那些职业都是神圣的 那么在以前呢 我们也谈到过职业 我们认为那个天职 神圣的职业 只属于一些宗教的职业 但是路德把那个职业呢 扩展到每个人的职业 那么路德在这个方面呢 就是有很高明的论述 有一个社会学家 他的名字叫做那个 马克斯·韦伯 他写过一本书 叫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里面就着重谈了那个天职的观念 认为路德开始 加尔文又发展了的那种天职观念呢 本着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精神的象征 所以呢路德在天职观提出呢 也鼓励了那个基督徒呢 要过一种积极的生活 而不是消极的生活 不是对自己进行压迫 不是禁欲 不是远离社会去修道 而是应该投入到社会的各项工作里面去 要做一个积极的工作 干好你的本质工作 那么这一些呢 都是我们所讲解的 从外表来看呢 那个新教和旧教呢 是很不一样的 路德新教和天主教会所宣扬的 德旧的理论呢 也是很不一样的 同学们好 我们上一讲呢 我们已经讲了一下 那个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区别 我们这一讲要讲的内容呢 叫做路德的主要的教义 因性称义 在这一讲里面呢 我们要讲几个问题 第一呢 我们讲讲德国宗教改革爆发的原因 第二呢 我们就来讲讲路德主要教义 因性称义 然后呢 我们还要讲一下 路德和其他的改革的派别 比如说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 还有和农民 他们之间思想上有些哪些差异 主要就是这三个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讲 这一讲的第一个问题 宗教改革爆发的原因 宗教改革爆发呢 它的那个原因呢 可以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上 来加以理解 首先呢 我们看到 它是一个政治原因 政治原因的核心 就是教会对于世俗世界权力的介入 和 政治上的那个 民主国家的兴起 我们说教会势力的扩张呢 它是和世俗政府的权力的落小有关 但是到了路的那个时代 英国 法国都已经成了民主国家 英国的国王 他们的权力都非常之大 在这样一来呢 两把剑的理论就出现了问题 也就是说 精神的教会 做了太多的干涉 世俗世界事物的情况 他们权力过大 也就是说 什么叫民主国家呢 民主国家就是说 首先就是主权的完整 在主权上 对下来说 它应该没有可以和君主 分庭抗礼的地方格据势力 在国际上 也没有可以凌驾 在民主国家上的国际势力 那么罗马教廷很明显 就是一个国际势力 它可以凌驾于各个国家的 政府的主权之上 所以呢 随着皇权的增加 民主国家的建立 那么那个民主国家的权力 和教会的权力呢 就构成了一种冲突 所以呢 以前我们也看到过 有很多宗教改革家 他们要求建立民主教会的 在那个 在哪里啊 在英国有那个威克里夫 在那个 还有福斯 那么这样一些改革 为什么不能成功呢 就是军权还没有强大 但到了路的那个时候呢 那个军权呢 已经强大起来了 这样呢 就产生出政治上的原因 还有一个就教会上的原因 宗教上的原因 宗教上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 它是一个神学的不同理解问题 但从实际上看 它是教会世俗化 导致了教会的腐败 教会的越来越世俗 越来越看通钱 占有了不仅占有了大量的政权 还占领了那个 占有了大量的那个 经济上的权力 政治上的权力 甚至还掌管了道德 那么这样一来呢 教会就显得有一点名不符实 它就走向一个世俗教会 而世俗的教会 精神教会呢 就是原则的是背离的 所以呢 这是教会的原因 那么具体来说呢 教会有很多种腐败 比如说犯了一件错误 可以交一笔钱 叫做拉桌费 比如说 很多搞禁忆主义的教会 圣旅教士 犯了很多道德上的罪 那么这种的都是犯罪 还有呢 比如说一个教区 那个里面的那个神职人员 他不称职 他没有学过拉丁文 他也没有好好专言过圣经 他却去当一个神父 那么也是不尽其责的 这些教会的腐败问题 必须从制度上去理解 那么只有进行一种 根本性的教会制度的改革 才能抵制教会世俗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